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alk 今天继续来玩精灵宝可梦的究极之悦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进行了奇迹交换 跟世界各地的玩家交换宝可梦 结果一不小心交换到了一只 吉拉奇 上期节目的时候只顾着高兴了 都没有仔细看一下 我是后来才发现 这是一只闪光的吉拉奇 就是这一只 是用这种特殊的球抓的 红颜色的球 我们的阿尔宙斯也是这个球 所以这是一只作为礼物的宝可梦 我们看到它的初训家是香港人天堂 说明这是一只特别活动的宝可梦 然后为了在以后的奇迹交换中 我们也送出比较好的宝可梦 我现在正在孵蛋 我把我的暴飞龙放在寄放屋里面孵蛋了 以后我们多孵化一点暴飞龙 不是暴飞龙了 我们多孵化一点宝贝龙出来 然后作为我们奇迹交换 交换给对方的宝可梦 我们到这个门口来就能看到有没有圣诞 如果是已经有圣诞的话 这边这个培育员就会 就会低着脑袋在那思考问题的样子 现在还没有 今天我们还是再去园庆广场 不过我们今天先不进行这个连接交换了 因为我们的宝贝龙还没有孵化出来 先连网 我们今天来对战 好 连接成功 今天我们用我们平常打对战术的三人小队来跟世界各地的玩家对战一下 看看这三只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连接对战的话只能跟列表里的好像 我们看看 单打对战 只能跟这里面的 我们看到这有一位玩家 他是对战的请求随时OK 我们要不要来请求一下 我们来看看 他在线吗 他显示在这应该就是在线的意思 他是日本的玩家 Tomochi Tomochi好像是不在 如果跟大家加了好友的话 可能在线的观众就会出现在客人这一栏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战了 那么我们去一下对战地点 前往对战地点看看 一个是自由对战 一个是积分对战 互联网大赛 伙伴大赛 哇 好多模式 自由对战应该就是随便打打的感觉 挑战自由对战 要以哪种规则战斗 单打对战 特殊包括梦允许和禁止 还可以允许呢 如果是允许的话 肯定变成神兽的大乱斗 大家都带超强神兽了 那我得尽快把我的特殊宝可梦升到100级 然后组一只特殊宝可梦的小队 好 这次我们先特殊宝可梦禁止的 对战队伍提前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我们打对战术的这三个人 来就你们三个 开始吧 不能选顺序吗 我想要改一下顺序怎么办呢 好像是不可以 已经在搜索了 正在搜索对战对手 搜不到呢 我们来看 这下面是什么 训练家 野生宝可梦 霸主宝可梦 岛屿之王 哈乌 格拉九 还可以跟这些人对战 究极一兽 奈克罗斯马 还有积分对战 这还有个排行榜的 也就是说 要参加积分对战 必须登陆到宝可梦全球连接 对这个我还一直没连接呢 需要登陆这个网站把我的ID输进去 好吧 我们再来试一下自由对战 是不是可以选六个人的 我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三个人倒是 有可能我搜到的对手是有六只宝 找到了 找到了 哈鲁奇 来自日本的哈鲁奇 他果然有六只宝可梦 那我这不是亏大了吗 他还有神兽 那么多的神兽 他还在选择呢 他是从六个里面选三个 这下他好选了 因为我只有三个 所以他又可以针对我这三个来选了 还是三对三 只不过他从六个里面开始选 他选完了 他针对我的阵容选了三只宝可梦出来 好 哈鲁奇请多关照 哇 我们这次是跟真人对战了 再也不是对战术里面的NPC了 我们看看哈鲁奇的实力怎么样啊 黑火灰烈 卡普蝶蝶 这个我们并不是很怕了 应该 虽然 真好克制他 他是妖精 我们的重磅冲撞效果之佳 这下他肯定直接换人 我们试试看啊 他会不会换人 我估计他要换人的吧 果然 他不能吃这个亏啊 他换上了喷火龙 哇 来克制我的这个铁火灰烈 但是喷火龙你要吃我一招 重磅冲撞 哇 效果不佳还打了差不多一半 哦 他肯定要火系技能了 那我上烈恶路杀就完事了呗 如果他能判断到我上烈恶路杀的话 他会用龙爪 我们看看啊 这是不是一个预判型的高手 上了 你会用龙爪吗 喷火龙 还是你会用喷射火焰 他 哦 超计划 哇 他不会这么有预判性用出龙爪吧 用喷射火焰的话 我还能扛得住 日照 他会用什么呢 哇 好强大的感觉 大刺暴炎 哦 还好我换掉了 要不然直接就白白了 好的 接下来就是烈恶路杀和喷火龙 谁的速度快的问题了 他是歪超进化的喷火龙 看我的炎不能不能出得来 谁先出 啊 他换下了 哎呀 玩得好啊 又拍出了喀布蝶蝶来克制我们的龙系 哎呀 这个NPC果然不一样啊 啊 没有命中 哦 no 卡普蝶蝶 我还是上铁火灰叶了 我还是上灰叶啊 不管你用什么 我得上 我得换人 换人次数应该没有限制啊 应该是无限换人 好 灰叶上 他肯定要换喷火龙了呗 精神强健 好 效果不佳 这下你要赶上喷火龙 你也得吃我一招重磅冲撞 我看他换不换的问题了啊 他肯定要换 那么喷火龙 或者我用盐崩 盐崩待会喷火龙上来的话 效果绝佳 好 我用盐崩 我就拆他上喷火龙 我们试试看 啊 他没换 oh no 早知道我一个重爆冲撞不就完事了吗 哎呀 他这也是心理战 他可能判断到了 哎呀 这一下的话他会换吗 我真的犹豫了 现在 我要用 我就重磅冲撞了 你要换喷火龙 你就吃我一招重磅冲撞 也很好嘛 是不是 来 换人 这次你换不换 哦 他换了 oh no 每一次都被他抓住了 哎呀 我们在心理战上全面落败啊 但是我这招重磅冲撞也不是好惹的 好 倒下了 yeah 让你换 我的重磅冲撞相当猛啊 异兽提升 好的 来吧 日照复原 回忆学 ok 接下来呢 有卡普蝶蝶吗 他应该不会用卡普蝶蝶了 费罗美狼 对他还有费罗美狼呢 这速度奇快无比啊 重加斗 重加斗的话 如果他出一个斗系的大招 我们这只铁火灰叶就得倒 但是铁火灰叶可能要送了啊 因为换别人的话 谁也扛不住他那招斗啊 所以我们就认了 重磅冲撞 就看能不能扛住一下了 飞汐踢 哎呀 命中了 那完了 哎 倒下了 飞汐踢还是扛不住啊 异兽提升 哇 他也异兽提升了 他的攻击力又提高 哇 我们有没有人能扛住他啊 这个妖精系可能会有效果吧 至少斗队妖精效果不佳 哇 卡普明明的速度不如他 所以这下我们很被动 我们非常的被动啊 我要用疯狂福特 还是用熔妖猛攻呢 我用最力量的疯狂福特吧 这一招如果命中 不会损血的 哦 我先出招了吗 哦 应该不是 只是先摆出了一个造型 谁先出招可能还没决定吧 我们看看啊 谁 难道我比他快 啊 哦 我比费罗美狼还快呢 他这只费罗美狼没有提速度 看来 居然比我的卡普明明要慢 那我就不客气了 费罗美狼的那个防御力很低的 哦 干掉他 哦 我还在担心呢 原来他的速度并没有提啊 哦 卡普迭迭来了 卡普加的内战 哎 但是这个局面的话 我就用电锡来电他就行了 哦 电锡是有效果 疯狂福特 哦 我就疯狂福特了 但是现在场地变成他的了 这不太好啊 场地变成他的场地了 疯狂福特 哇 好 不错 就差一点点了 他用了精神强烈 应该打我不多 好 我们可以收下这场胜利了吗 还不可以 精神强烈打我这么多呀 哦 哦 这下完了 卡普迭迭和烈牙路沙谁快一点呢 我也不知道谁快一点 咬碎就可以 其实如果能发出来的话 咬碎 谁快一点 啊 他快一点 啊 no 倒下了 哎呀 果然是厉害啊 真人果然比NPC厉害很多呀 哈鲁克赢了 恭喜你哈鲁克 录制这场对战吗 哦 我们录制一下 之后可以试试看 还能不能模拟对战赢他啊 好 我们继续对战 我们其实应该弄六只 然后 然后让对手猜不中 我们要出哪三只 嗯 看来我得再去找几个 这个 可以对 可以单打对战的宝可梦 收到了 是梦 哇 又是可以针对我们的 他也有天后灰烈 那我们没得选呢 我们还是我们这个阵容了 来吧 我们还是这个阵容 来 确定 好 来了 梦对 Rock 开始吧 好的 宝可梦训练家梦前来挑战 我先上灰烈 我们看他上什么啊 他上了西斯海人 好的 他又要直接换人了 他肯定是要换人了 要不然 哦 不过他有水系啊 也并不是特别怕我们的重磅冲撞 但是我还是要扔出重磅冲撞了 不管你换不换 因为这个西斯海人的体重比较低 所以我们重磅冲撞 哇 他没有换人 他用了水Z 哇 会瞄我吗 哇 好恐怖的感觉啊 不是水Z 是西斯海人的专属Z 海参 庄严 交响乐 哇 我能扛出这招水系的大招吗 好恐怖的感觉啊 我天 这个动画效果这么慢吗 好恐怖的感觉 来了 被秒 太猛了 这招 太猛了 铁火灰烟都卡不住 这还不是对我们效果绝佳呢 利尔卢莎是不能上 卡布明明吧 卡布明明比他快 应该有机会直接秒他啊 好 上吧 来 卡布迪迪 电气制造者 我觉得没必要用这个Z力量 疯狂福特效果之佳 应该直接能秒他 他换下了 土地云 没有效果 完全中招了 这些人太狡猾了 完了 疯狂福特没有效果 太狡猾了 哎呀 全是效果不佳呀 那我也得换人 我也得换人 列尔卢莎的话 只能用逆琳给他拼呢 他如果猜到我上列尔卢莎的话 他会放出逆琳 好 我上 我上列尔卢莎 看看有没有中招 卡布明明回来 上列尔卢莎 地震 哇 地震也挺吓人的 完了 我要是灰烟还在的话 我就可以换灰烟 扛他的地震了 这下完了 这下完了 我只能拼死上地雷了 没有效果绝佳的话 啊 又是他快 他的土地冰冰 我的列尔卢莎 快 啊 被打得好惨 啊 气死我了 对方要无损了吗 对方要无损一条三了 不可能的 不能让他无损 必须得命中他一下 我卡布明明至少比你快吧 我觉得我用 永娘们攻 只要能费你的血 我就成功了 又是他快 啊 土地云的速度这么快吗 哎呀 无损一条三 哦 啊 好惨啊 啊 土地云的速度这么快 不行 我也得去抓只土地云 完败给梦了 哇 网络上都是高手啊 我们也就在对战术里面混混了 录制这场吧 啊 录制 好 我们录制一下啊 多储存点经验 继续对战 今天必须要赢一场啊 今天不赢一场不结束 来 好 又找到了 又是日本的玩家 林内 日本的玩家 林内 好 我还是这个顺序吧 我看啊 哎 这次他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强大嘛 不过有 有我讨厌的艳后西 艳后西我曾经在对战术里败给过 然后还有谁 我看啊 哦 他用了虚无一得 嗯 妙蛙花 艳后西他肯定会带来克制我的铁火灰叶 嗯 不知道啊 看他会带谁 他好多毒戏的 妙蛙花也有毒戏的 耿鬼也有毒戏的 然后还有那个超坏心 这只是谁啊 第三只是谁啊 看不太清楚 毒枯蛙 哦 他全是毒戏吗 哇 啊 来了 宝可梦训练家 林内 前来挑战 来吧 虚无一得 虚无一得 是什么特点呢 我还真没对阵过 这个家伙 铁火灰叶上 大家都是异兽啊 然后呢 我们的重磅冲撞效果绝佳 我估计他会换人 让他换人 也得吃我一招 重磅冲撞 哦 他没有换 那你完了 那你送了 好 重磅冲撞 必定绝杀呀 来 OK 效果就加 一兽提升 耶 这场我觉得我们能赢 好 一兽提升 我的攻击力提高了 他的第二只会派出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他派出了 燕后吸 果然是克制我的 他肯定要用 喷射火焰之类的 所以我们赶紧的啊 列尔路沙 上来抵抗一下吧 来 天火灰叶 赶紧回来 列尔路沙 来扛他的火系 哇 他的燕后吸超大呀 快投 我 我 我吸的大招 我超巨大的燕后吸 用了超巨大的招 肯定是那个爆炎弹了 果然超强极限爆炎弹 啊 列尔路沙 你一定要扛住啊 我不希望你送掉 列尔路沙顶住 好顶住了 好 这下的话 就算他先出招 我觉得我们不至于 被他秒啊 地震 你用什么 我实际上地震 我啊 我比他的燕后吸要快 哦 他的燕后吸体型巨大 导致他速度降低了 哈哈 他这只确实巨大呀 比比列尔路沙高那么多 好的 直接秒杀他 这次我们赢的希望很大 已经干掉两只了 他的最后一只宝可梦是超坏星 那你完了 我的铁火灰烈是完全不怕超坏星的 地震也效果绝佳 你应该没我快吧 超坏星 他会用出什么呢 碉堡 增强防御吗 我们看看啊 摆出了防守的架势 地震 好 守住了 完全守住了 好吧 我在地震 你怎么办 看你怎么办 他会用什么呢 我先用出了 好 刚才他那个招式是必定先出的 其实是我速度快 好的 耶 他这三只被我们克制了 都怕地震了 看起来 嗯 修伊德怕这个铁火灰烈 所以我们是玩克他 耶 首胜 好的 终于获得了胜利了 这是我们究极制约的首胜啊 要录制吗 这个就不录制了 我们赢了的就不需要录制了 哦 又是日本的玩家 熊斯凯 哇 他厉害啊 我得赶紧选人啊 这有时间限制 所以我得赶紧选 不要耽误时间 好 他的有班基拉 暴飞龙 哇 半神兽很多呀 而且他有火焰机 哇 这个火系的玩克我们 克我们的铁火灰烈 我希望他不要一上来就是火焰机 要不然的话 我只能被迫换人了 好 宝可梦宣殿家 熊斯凯 前来挑战 他派出君主蛇 君主蛇 我们有机会的吧 我想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了 我是有飞行系的可以克制他 飞翔效果绝佳 但是他肯定会换人呢 哎呀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我就堵他换人 用重磅冲撞 哦 他肯定会换火系上来 所以我就出个阎崩 他换火系上来 会被我阎崩打 哎呀 他并没有换人 我又失算了 他肯定在考虑了 你怎么不用飞行系技能呢 他还很奇怪呢 哦 既然这样的话 我用寄生种子跟他磨吧 我要用飞翔的话 他肯定换人了 寄生种子 他大蛇瞪眼 我会麻痹 哎呀 麻痹了 糟了 这个家伙是防御属性的啊 哦 哦 他超属性的 我的 我的这个 继生种子是没用的 所以我就飞翔吧 看你换不换人 来 反射臂 哇 他这么多防御招式啊 光强 反射臂 然后大蛇瞪眼 哎呀 好折磨人的 这个对手好折磨人 我天 然后我的 他换下了 他提了防御力之后 果然他上了火焰机了 那糟了 他等我用出飞翔 哦 还好我没用出来 没有用出来吧 没用出来 哇 哇 如果是我用出来了 他换了火焰机 我就倒霉了 那么我们用 雷尔珠沙 他肯定要上火系了 上雷尔珠沙 回来吧 回夜 来 扛住他的火系啊 一定要 哇 超进化的火焰机 哇 这些人都好强大呀 都好强大呀 哦 超级火焰机来了 闪焰冲锋 还好我坏人了 要不然铁火焰机就倒了 利尔珠沙扛住 还行 他笑我不加 但是我灼伤了 哎呀 灼伤了之后 我的物理攻击就减半了 很麻烦 相当吧 加速 哦 又提速度 都是抢手啊 地震 你换人吗 我估计是要换人了 他 他又换上君主蛇 他的君主蛇 现在上来扛地震 完全没问题啊 哇 超级火焰机很碎啊 啊 他用了守住 太气人了 他可能想看看我出什么招 然后用个守住 抵挡我这一招 这些人都玩得好啊 都是很有经验的选手啊 哦 而且又加速了 我这下速度你最快了 我已经承认是你最快了 我肯定没你快 啊 他使出了地震 火焰机还有地震 哦 五滴血 但是要烧伤 哦 我先使出了 好好好 在临死之前使出了 哦 打不动 然后我反上死了 我用了那个生命宝珠 反上死了 哇 以他现在的速度 加速了这么多集 我的 卡普明明也扛不住他呀 卡普明明也扛不住他 只能试一下了 好 卡普明明 那么他用一个火焰系的招式 有可能我直接倒 他已经超进化了 实力非常强啊 熔鸟猛攻效果绝佳 好 我就用熔鸟猛攻了 能不能我先出招 我不太可能啊 他已经加速了三次 地震 完了 克制我们的 倒下 哇 完败 完全打不过呀 我的天 铁火灰烟 上了 飞翔也肯定用不出来啊 人家已经速度那么快了 加速了这么多次了 好 让我用个飞翔吧 好的 他使出了闪焰冲锋 我完蛋了 火星的大招 呃 完全没机会 哎呀 完全打不过 哦 火焰剑也倒是反伤死了 我们只能靠人家的反伤 才能打死对方一只啊 完败 好 我又要录制了 我要录制这场对战 好 那我们今天先打到这吧 今天我们首次尝试了一下 这个联机的随机对战 自由对战 果然世界各地的高手 还是很多的 今天我们是一胜三负 回头我再去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策略 也研究一下对方的这个对战的视频 啊 如果大家有跟真人对战的经验的话 一定要在影片下面留言 来告诉我 给我支支招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跟真人对战里面 至少达到个百分之五十的胜率也好啊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也在玩究极之日 究极之月的话 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留言一下自己的朋友ID 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会考虑加大家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来对战或者交换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精灵宝可母 究极之月系列的话 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 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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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